好,那我接下来就讲一下前段 现在还没进到Canva 各位不要急 好,我是一个很爱用心智图的人 我自从86年误打误撞进了教育界之后 那我那一年就常常去听一些红蓝的演讲 那时候很流行那个教改 然后一些跟教育有关系的 跟学习有关系的,我都很积极的参与 那时候接触到心智图 可是那时候的心智图不是我现在用的这种样式 它是很传统的那种商业心智图 然后你大概学完之后你就会不太想用 因为要一天到晚拿彩色笔在那边画 然后规矩一大堆 所以我自己也是不用那一种心智图 因为那个实在是没有效率 那我是比较重效率的人 那所以后来呢 在有电脑版的心智图之后 我最早用的是那个Mindman Personal 那一套心智图软体 那我发现用电脑去操作心智图 在我在学习这概念的那个灯打在那个心智图上面 我觉得非常有效率 然后用它来整理我的知识 或者分析我想要学习的东西都非常的有用 那一直到现在演变到现在我是用XMind 那软体是什么其实不重要 所以有人用Gindman也可以 或者用其他的这个软体都可以 反正长相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 所以工具因为工具会随着时代去改变 那所以你只要习惯这种思考方式是比较重要的 那至于你用什么工具那倒是无所谓 所以有人会跟你跟你说 有什么Note什么东西的比较好 或者是说Notion什么比较好 或者有其他的那种笔记软体 心智图软体都没有关系工具不限 你用的习惯就是最好的 那我用了心智图之后呢 我发现他除了拿来学习摘要做架构探索之外 那不管我是要做演说、发表、或者是做一些研究 或者是归纳一些我的思考 或者是帮我做分析、做预测、做设计、做创意 不管用在哪一个方面 都非常的好用 都非常好用 那所以心智图就长左边这个样子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 我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都无时无刻都使用心智图 不管在工作上 或者是在生活上 甚至要去哪里旅游规划 我都会用心智图 那我也常常在用心智图在上课 然后还有那个线里面在推资讯融入的时候 我也常常在推这个 那我甚至为他编了一首诗 我给各位念一下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错 学生不熟心智图 说会学习也枉然 教师不教心智图 学生必生有前途 学习工作和生活就是要学心智图 工具简单用习惯 人生轻松有前途 各种理论和学问通通融在心智图 人人都会心智图 系统思考有前途 事事都用心智图 思想前瞻面面足 大家习惯心智图 宇宙进步如神柱 这是我这几年的感想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靠心智图 从86年代课老师到89年变成正式老师 然后就直接干了教务主任 然后一直从海边的学校到山上的学校 然后到后来到吉安的道乡国小 然后到教育处戒掉 那为什么我也跟大家一样都是 我以前学习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会对这种学习的东西很着迷 那一直到我学了心智图之后 我真的是那个成长跟进步 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那所以现在人家都会说 文圣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 那个你的逻辑你的系统怎么那么强 我看看你那个思考非常的有条理 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各位讲其实就是我用心智图的关系 那所以我从一个本来不是资讯界的 本来不是教育界的 从外面进来的一个资讯界的人 后来变成那个学校的电脑老师 然后一直到变成 前一阵子是我们县里面科技教育的 算掌舵的人 也不是说掌舵的人 就是指标型的人物 然后从一般的电脑老师 变成那个游走各个协会的重要人士 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学老师 然后变成 具有影响力的关键少数 我真的就是靠心智图 by bwd6